掌握财经市场脉动 找到成功致富关键 欢迎收听投资理财王 分析师精准的眼光 带您纵横股海投资好股票 让您轻松成为股市长胜君 致富关键就在理财 本节目由News98与理财周刊 共同直播 轮源 严义民 急如风 徐如霖 侵略如火 稳操胜券 轮源投顾严义民首席分析师主角 109年金管投顾新字帝010号 欢迎亲爱的朋友 持续收听的是每天下午3点 投资理财王 我是齐真 问候大家 台股新的年度 第一个交易日是下跌了77点 但是指数还是在高档 在17853 成交量的部分 略放大来到了2949亿 加运指数跌0.42个百分点 OTC指数跌幅是0.33个百分点 细节的部分更重要 赶快来邀请专家 进行我们的稳操设计 邀访轮源投顾首席分析师 叶米老师 老师好 全国的投资们大家好 我是轮源投顾首席分析师 叶米岩老师 那当然今天的话 是属于一个113年 1月份第一次 所谓的新春开红盘 早上这个台股 一开盘的时候啊 那还是有再创一个 破断的一个新高 但是这个上档的一个压力上面 可能会比较重 所以说大盘经过开高之后 震荡整理 那尾盘的话是属于一个 拉抬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尾盘的话是小跌了 77点 那我们来看到近期来的一个消息面 这个劳动基金啊 在去年的话是大赚了6000多亿啊 这个就可以反映到去年的一个台股的一个状态上面是非常的好 那今年有没有持续的机会去做出一个延续啊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去留意到重要的一个资讯啊 就是所谓的第一个 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做梦的航行 即将启动 因为财报的话 这个中间有所谓的空装期 那再加上近期的话 台币升值的一个趋势上面的话 它没有改变 还有所谓的资金的一个效能 那我相信近年度 其实对投资本人影响比较重要的一个讯息 就是说未来降息到底是四次还是到五次 那甚至有人是看到六次 我认为你不管看到几次啊 知道我们今年是要数一个降息嘛 对不对 那降息的话其实资金的一个动能上面 本身的话是有益于所谓的多方的一个操作 多方的一个操作 所以说这个大盘我先给它定义说 它回档修正 其实它不会很深啊 那大盘的话只在这个地方 做什么 做震荡 做整理 因为目前为止的话 当然融资的一个余额上面 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数据的话 高达2480亿 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说 冲冠以前的话 这个大盘会经过谁的震荡整理 那卷控单的部分目前为止的话 还是维持在高档 那可能这个地方卷控单的投资人 你要注意的 外资的话至少连续四个交易的话 是正在所谓的买超 我相信有加入到我们这个LINE的族群里面的话 今天的话会收到我们对于这个盘式上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报告 包含总体经济的一个看法 还有我们会员手中及目前为止 我们看好的这些股票 我相信都在这个LINE的简讯里面跟大家讲 那可以的话持续的 这个所谓的看我们的LINE 来提供来给大家来做出一个参考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台面上面其实今天的族群的部分的话 我相信看得懂的人 他会看到一个亮点 就是说运输族群 跟钢铁族群 那今天的表现性是比所谓的电子股要好 代表说电子股的话 在近期的话可能 这个涨幅过大 在这个地方可能会进行所谓的修正整理 那现在的话就有所谓的钢铁跟所谓的运输 来做出一个接棒 尤其是所谓的运输类股 那这个地方的话 今天是大涨了2.75% 是强于大谈的一个修正的一个格局 那严老师今天可能会多花点时间 在我们的航空股跟所谓的航运股里面 来帮大家来解答 第一个我要解答 所以马斯基 那他近期来一个谈话 当然是就给投资人一个信心 但是这样子反而会害到投资人 因为这个鸿海的一个航线 的的确确是不稳定 那当然他最近也承认错误了 可能就是要停止航行 大概是48个小时 就是两天的一个时间 因为他在鸿海的一个航线里面 也是遭受到所谓的攻击 好那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今天长龙也好 阳明也好 那巴海时的万海 这个盘中的股价上面都有反应 那长龙的一个股价在今天 上涨了接近超过了5% 那也把这个之前 不好的一个所谓的跳空缺口 完完全全的去做出一个封闭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 之前的一个跳空缺口很难封闭 今天正式的看到所谓的封闭 也就是说落后的股票 它有机会后面转强 那当然阳明那个股价的话 之前是强于所谓的长龙 但是股价的话也是经过 短线上面的一个修正 今天的话又是属于一个补量 又在开始做出一个攻击了 那万海的部分的话 由于筹码面可能短线上面 这个所谓获利了结的一个 卖压上面是比较重 所以说今天是属于一个开高走低的 但是低档的位置区的话 还是呈现有机会做出一个买超的一个动作 那今天跟大家来做出一个选择题 跟大家来玩个小游戏 有两档股票 第一档股票大家都认识了 叫做华航 代号是2610 第二档股票是长龙航 这个代号是2618 那当然我们猜什么 很简单 长龙航跟华航明天谁涨的最多 明天啊 我们就用明天 明天的话长龙航是上涨6.5% 长龙航跟华航是 华航的话今天是上涨3% 对 好那明天还没开盘 大家都不知道吗 对不对 是 那提出个人的看法 通通都有讲 写在line上面 为什么是长龙跟华航 好 那我只是把长龙 跟华航 长龙航跟华航的一个技术分析的一个现行 我大概做出了一个整理 我认为这两档股票的话 在技术分析的一个现行里面的话 应该有一档股票的话 它是占到绝对的优势 那严老师认为是代号2618的长龙航 如果说你的答案是华航的话 也没有关系 好就是提出个人的看法 记得 长龙航是1号 华航是2号 好 你不管是猜1号 还是猜2号都可以 那我们都有一份礼物要送给大家 好那这是属于一个航空类股 那今天为什么又谈到航空类股 因为近期以来的话 我们看到航空业它目前为止 它的成长性是非常非常的大 几乎班班都客满 因为之前有疫情 对不对 我们又遇到这个所谓的元旦的一个假期 很多人外出啊 它会带动这个元月份啊 这个所谓的营收的一个成长性 会非常非常的大 等于说目前为止啊 这航空业来到一个大旺季啊 好那航空业的话 目前为止的话 这个是有个好消息啊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现在所看到 全球如果说开始抢货柜的话 航空商的部分 它会加增所谓的占用费 这个对于这个航运类股的话 包含这个 这个货柜三雄的话 又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啊 那散装货的人的话 也有机会会带动啊 那看到今天航运类股啊 那股价修正结束之后 开始了 尝试的往上走的话 我目前为止的话 我手中有两档航运类股 有一档航空类股 好我们就是完全透明化了 我们的投资人 也跟我们news98亲爱的 投资人啊 来做出个说明啊 那未来的话 当然这个股票的话 当然有些人认为说 那我要买新的族群 那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 新的股票 其实它从外面比较干净啊 我一样举个例子 给大家参考一下啊 那比如说你看到今天 这个代号2467的自胜 今天是亮灯涨提法很强 对不对 如果说你事先布局的话 现在应该都有机会大涨啊 那我们之前讲到所谓的 这个AIPC的一个部分的话 我相信的话我们 好跟大家所谈到的是三档股票嘛 第一档股票人宝 第二档股票华硕 第三档股票宏鸡 对不对 尤其是以华硕跟宏鸡涨最多 人宝的部分涨得比较少 对不对 可是你今天会发现哦 很奇怪啊 AIPC的部分又多了一档股票 叫做代号2362的蓝天 好蓝天还是续墙哦 好这个代表说 AIPC的部分目前为止的话 它仍然在做所谓的 类股上面的一个轮动 好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说你手中有这些 AIPC的股票的话 千万不要放弃 那就是做那个持股续报 不管你只要买的够低啦 其实你在这个地方的话 比较耐得住 好所谓的震荡整理 好那强势股的部分的话 除了啊 还有看到我们在节目中 常常跟大家谈到了 6695的这个新顶的部分 好今天股价也是一样 再创波段新高 那AIPC设计的部分 其实啊 我们一直在帮投资人追踪嘛 那AIPC设计的部分的话 其实今天最强的话 还是有所谓的8054的安国 那安国这两股票真的是很恐怖 那今天的话 又上涨11.5元 这股票大概只有小小的修正 那量缩整理的话 还是能够再从波段新高 其实这个股票的话 它就代表说 这个转机的一个题材上面 其实它是对应到目前为止 筹码面是相对的一个稳定 所以说看到很多的一些股票 在回挡修正 但是你在8054安国的一个身上 却是看到它步步高 而且是属于一个量缩 能够往上去做出一个很难突破的一个动作 这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情 那严老师看好了族群里面 包含这个AIPC 包含这个所谓的货柜航空的一个部分 这个就是我们啊 目前为止啊 这个手中基本的一个所谓的持股 那AIPC设计的部分 刚刚大家跟它报告过了 8054安国 包含这个6231的细围 还有6695的这个新顶的话 其实这些股票在低档区 你都可以啊 事先的去做出一个 稍微布局的一个动作 那当然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啊 在上个礼拜嘛 对不对 两周年 对不对 我们做了一个庆祝嘛 那当然有人在这个line里面问说 老师我那天刚好出去玩 那我说好吧 那就今天最后一天啊 我们周年庆的一个礼物啊 你上次答案有答对的 我们一样会把这个礼物给你啊 那今天的话 还是有一位这个广播的一个听众朋友们 来到我们这个公司 那跟严老师做出个互动啊 结果很凑巧的啊 他也是花莲人 那根据他的陈述啊 他说他在花莲之前也 碰过类似的一个状态 就是原住民 他会去到我们平地来 可能就是说会寻求帮助 那也会送了一些 所谓的农产品 那个农产品刚刚好也是香蕉 这100%完全是正确的 我后来想一想说 为什么是香蕉 其实香蕉这个东西 他就是还没有熟的时候 他可以先把它摘下来 用那个点灸啊 你知道吗 给他做催熟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他很耐防 那何况这个香蕉 如果是种在这个 所谓的山坡地的话 他的一个所谓的日照光照是不足的 所以说平地的香蕉 可能四个月就熟了 可是你种在山上的一个山蕉 可能要高达七个月 所以说我们南投的话 有一种香蕉 其实我想说大部分的投资人 应该都没有听过了 它是山蕉 那它一根的话 大概有我们平常香蕉 大概1.5倍长 那这个当时候在日据时代的话 是列入到所谓的 日本天皇的一个贡品 这个尝试我们大家就分享一下了 那代表说原住民 其实在我们花莲的一个环境里面 真的是一个非常弱势的 那当然我们现在民主进步到现在的话 当然这个我们的社会资源就很多了 我一直希望说在股票市场里面 强势的可以帮忙这个弱势的 弱势的话你要自己要自立自强 那把自己的人生 尽量的过得比较圆满一点 那IC设计研老师还是持续看好 所谓的安国系维跟所谓的新顶 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 很多的股票操作是 要在所谓的底部布局 底部布局 那AIPC的部分的话 包含这个华硕人保 红金目前为止拉回 那我们有持续的帮大家留意 这个拉回有没有买点 如果说拉回有买点的话 就代表说未来这个趋势上面 它是没有改变 只是说短线上面 它可能会拉回修正 它可能会稍微整理一下 那强势股的话在今天出现了 就是说AIPC另外一个股票 叫做2362的蓝天也好 包含这个代号6113的亚细 亚细的话今天的一个股价表现 也是非常的强劲 我先讲这个股价 二十几块钱的一个股票的话 如果说它是呈现 所谓的补量上攻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它走势上面会 非常非常的强劲 但是你去看它基本面的话 好像也看不出什么 钻你来 因为它基本面消息 目前为止还不是很好 但是这种股票的话 就是属于一个转机的一个题材 如果说大转机的话 就有机会像安国一样 小转机的话 可能就会像今天的亚细一样 股价的话直接开高走高 而且锁了接近三万多张 三万多张 但是任何的一个股票操作的话 我这边还是要强调一下 还是属于一个底部来做出一个布局的一个动作 今天有一档股票 给大家参考一下 6163的华电网 华电网今天的话成交量一万多张 今天是属于一个补量上攻 这档股票好不好做 这个见仁见智 对不对 但是严老师认为这档股票 如果说你要操作的话 这个困难度是有一点 困难度是有一点 最保险的方法的话 你可能还是要利用拉回 利用拉回来买 其实我在节目里面一直很强调 如果说倒数人你不要做 你看到一档非常强势的股票 你千万不要去追 因为现在大盘是属于一个轮动 它不会说马上涨上去 对不会一天都一直涨停 不会不会 像以前的话 大概两个月以前的话 我们很多股票都是每天涨清版 那个时候你就必须要私家去买 必须可能要去追一下 那现在的话我这个直接告诉大家 大盘现在创高 但是还是会进行所谓的筹码的一个整理 震荡也好 这个地方其实你不用每天想着说 都要去操作强势股 其实有些强势股的话 在表态以后 它有拉回让大家上车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属于一个比较有耐心操作的 这些投资人的话 可能机会上面会比较大 那华电网的话 它是做所谓的通信网路的 在所谓的美国的一个商机上面的话 可能有机会发酵的话 我认为这个地方其实机会性是比较大 那小新股的部分 其实在今天排面上面是很强 那比如说续暖的部分的话 它的股本只有6.81 代表是3390 这个股票真的你要买的话 严老师是建议的 你真的要底部去布局 像这个股票今天在 再上破断新高了对不对 好那你随便卖你都是赚钱的 但是如果是你底部没有布局 你今天听到广播节目的话 我还是劝一下大家 还是这个所谓的你用看的就好了 那有没有底部的 当然有这个2421的这个见准 这个股价其实修正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已经结束了 但是你超出这样股票的话 你必须要耐得住震荡整理 其实这个股票 它有所谓的股性的一个问题 那像上个礼拜最强的 就8059的这个凯硕嘛 对不对 好那今天的话 一样再创破断新高 好那其实的话 上个礼拜 有五个交易日 有四根涨停板 好那今天再创破断新高 这个就是所谓的趋势上面 好它并没有完全去做出一个改变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 会开放一档股票 也就是说一档全新的股票 袁老师跟大家来做出一个 结缘的一个动作 那你今天的话 只要把电话拨通 留下你的序民 包含着联络的一个方式的话 那这档股票未来有发动的时候 我们就会立即的通知 但是我这边先声明一下 如果说这档股票 如果明天没有发动 那我们就不会通知你 但是你先完成登记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是发动的时候 我们再通知你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股票你买下去 你需不需要它涨 希望吗 你需不需要它马上涨 当然也希望嘛 好那它涨的速度越快 可能你短线上面做个加差 短线上面做个波段 我认为你要买 就要买在所谓的发动点 那为什么是全新的股票 因为旧的股票 其实它的负担比较大 有些不特定的 不确定的一个筹码 所以说我们这个新年新气象 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开放给大家 一档全新的筹码干净的 目前为止底部开始 有机会大涨的股票 希望说借由这档股票 让每个人对不对 可以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彩头 那今天的一个答案 不要忘记了 那我们今天拆米活动 长龙行代号2618 跟所谓的华航代号2610 这两档股票 明天哪一档股票涨的比较多 这个有奖这个问答 如果说对我们这个 有奖问答有兴趣的话 还是说对于言老师操作有兴趣的话 今天的话都可以利用时间 跟我们直接联络 言老师今天也会示出我最大的诚意 那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其真 好我感谢老师了 好今天呢 哇也要跟大家来进行一个 有奖真答的活动 非常的简单 就是呢 透过了Lite或者是来电都可以 对不对 打电话也可以吗老师 可以可以没问题 好所以呢 打电话或者是在Lite上面 来进行互动都可以 猜看看长龙行跟华航 明天谁会长得比较多 通通都有奖 而老师呢 也提供给大家 这两周年庆的活动 今天呢 追加一天 请大家也好好珍惜咯 那么今天呢 这个最后一天的好机会 务必咨询一下 把这个名额booking下来了 时间关系 再次感谢我们论页投顾 熟悉分析师 Yemi老师了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听到好朋友 现在呢 就赶快要利用工商服务的电话 或者是Lite进行互动咯 0223219933 0223219933 或者是透过了LiteID 小老鼠 小写的A518 小老鼠 小写A518 猜看看 明天究竟长龙行 或者是华航 谁会长得比较多 通通都有讲哦 而台股呢 拉回哦 老师呢 还是邀请大家 拉回找买点 看法不变哦 布局趋势向上的股票 中年新的活动 今天最后一天 买一送十二 仅此一次 好好的把握咯 速播 0223219933 23219933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